至於台大醫師柯文哲 今天上午也有行程 他陪同有意參選市議員的行政院前院長 謝長廷兒子謝維州掃接敗票 鞠躬握手 台大醫師柯文哲到市場掃接敗票 競選背心上還秀有民進黨黨輝 原來是在幫行政院前院長 謝長廷的兒子謝維州輔選 老早就表態要競選台北市長 柯文哲學習跑基層 握手也握出心得 有啊 握人家握手要看一下眼睛 不要每次握手都來看東看西看 這個就要改對 我全長廷這個就沒有注意到 不只握手還要眼神接觸 柯文哲幫後身晚被抬轎 同時也放下身段 為自己拉抬身世 因為學運期間 另一位主要對手顧力雄 柯文哲被邊緣化 坦言陷入苦戰 現在只能進人事挺天命 我跟你講 這就是要靠自己努力 可以就可以 不行也不行 所以要靠自己去努力 爸爸就說不會 他叫我自己一個人跑 叫我自己去學習 你自己去體驗比較重要 他之後有沒有說要來幫你 不會 不會 爸爸不會 絕對不會 他已經說過了 他已經說過了 謝長廷不願站在第一線 當兒子的靠山 謝偉舟也只能找來柯文哲 幫忙站台 老素人帶政治人物的兒子 一起拉票 除了有事在傳承的味道外 彼此表態拉攏的意味 也相當濃厚 大家好 大家好早 UDNTV陳明言 陳俊碩 台北報導